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K维文 现在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传先向下 上证作业指数跌23点至3326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22点至1151点 湖深300跌20点至4010点 创业板指数跌28点至2268点 今天早上升200点 但之后升幅收市中午收市 升128点至2076点 国企指数升90点至6809点 科技指数升61点至3917点 带斯成交579亿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今早上看到科技股有得升 特别是8度的升幅仍然可以保持 大概中午收市升4.6% 看回8度的创始人李延运 亦在内部活动中 表示民生一言的内测过几月后 已经完成四次的技术升级 但无形的推理成本已经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推理性能亦提升近十倍 看到他对于文森一言的一个升级言论 大动到股价走高 今天最高更加上到122.5% 中午收市报是120.7% 另外今天特别看到创商股表现较为强劲 好像中金升超过2% 中信证券也升1.4% 内媒报道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43间上市券商在2023年第一季寸布实现盈利 其中有8间扭规为盈 17间淨利润同比实现翻倍或以上增长 另外亦有分析指出 当前的证券板块 其实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改革 推动券商行业 ROE会稳步向上 券商的估值也会形成一个修复期 现在是一个长期投资价的时机 看到无论是数据方面 甚至是市场分析方面 对于券商户也是一个很利好的作用 再之后和大家看看融创1918 集团公布经济延长同意费截止日期 昨日的下午5点 占现有债务大概有8.5%的同意债权人 已加入重组支持协议 其实上个月的20号 亦公布了大概有75%的人支持 今次多到85%的时候 融创股价再一次炒起 年代内房股亦走高 融创自己升1.2% 中海外亦升8.3% 即是碧桂圆升超过5% 再和大家看看业绩 欧书丹973出了业绩之后 股价走高 见到它的业绩 全年销售额21.35亿欧元 同比增长差不多1.8% 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1.3% 如果只看第四季度 销售额5.25亿欧元 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差不多2成 可比销售也增长5% 欧书丹自出 上季即是第四季的表现 比起第三季度改善 主要受惠中国在早期的积极即将 和旅游零售游轮渠道的推动 见到大行对于这份业绩 都非常收复 如中金和富瑞都说上季 收入销售也比预期好 特别是SDJ的品牌也带动它的增长 中金看到目标价26元 而富瑞更加看到目标价34.7元 今天欧书丹上升了一成 目标价现在的价格21.6元 仍然比大行定的目标价低 最后和大家看看八制神州 今天出完业绩之后 股价不理想 要跌3% 看回首季的业绩 亏损由上年同期的4.35亿美元 收集到3.48亿美元 相当于每股亏损26米先 八制神州都有解释 亏损减少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产品收入增长 超过经营费用的增长 预料到全年继续保持这个势头 但今天市场对业绩不太收货 对业绩但大行有另一个看法 好像野村觉得八制神州的首季 销售额是加快增长的 净亏损收窄 所以也维持一个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是186.87元 不过八制神州今天还要跌3% 最低更加落到148.9元 今集就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我们稍后回会有其他的直播节目 再见